好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直播 我是HS2Academy 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欢迎大家参加今天的直播 首先呢 先跟大家分享 我在频道上面做的这个问卷调查 那我一再强调这个问卷调查没有对跟错 就是你的想法是什么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没有一定的答案 那这个问题是说这几年 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年真的发生了很多事情 不管是在教育政治 我们的生活都真的就是很大的变化 那这个这几年下来 你对子女教育还有所期待吗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家长 还是说要努力达到最好的结果 那因为我的频道 当然就是一些比较注重教育的人会关注 所以这个答案也不惊讶 好 那当然还有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人生不易就随便啦 说真的我也蛮困惑的 我知道很多人很困惑 对 为什么很困惑呢 因为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不要太辛苦啊 反正最后都一样啊 或者是说对这个大学有一些这个想法 因为就是说像有一些人就留话给我啊 因为有一些家长现在是看到这个有所期待 我说的是有所期待 也就是说你觉得说你希望孩子达到某一个 就是说学术的成就 就是说你进哪些大学嘛 就是说不要太差或怎么样 不管你又没有期待 期待高或低那是另外一件事 就是说有没有期待 可有些人他现在是自动化想法 就是说有期待就是虎妈 然后虎爸虎妈 然后就是要上腾校 有期待就是要上腾校 然后上腾校就变成左派 然后左派就会变成同性恋 然后同性恋就会怎么样呢 就是一路这样自动化想法 有很多家长是这样啊 所以就是会变成是说有些人就觉得说 这样子我不要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困惑 那有些来采人 那我们就不管 只要不要困扰到我们的答案就好了 好那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呢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上个星期我们有讲说 那个华尔街日报有一个最新的大学排名 那个大学排名呢 就是说实在的啦 有点怪怪的 那这个这个文章是谁写 这个文章是那个杜克大学的校刊 他就直接讲 他说这个排名就是个笑话 这是个笑话 也许这就是重点 他就说这个排名本身就是一个笑话 那他的重点就是他是一个笑话 然后呢 他觉得说有争议的大学排名呢 第二名是Babson 那我们上次讲过 Babson是一个只有创业 这个就是这个科系的 一个很小的一个文理学院 然后呢 Clamour McKenna 当然Clamour McKenna是不错 可是他就说那他会比这个哈佛 这个麻省理工还要 还要厉害吗 那这次也不至于吧 然后就后面很多 然后像这个 这个 Cell State San Jose State排到第16名 加大圣和西 跟这个加大莫塞德都排到了十几名 然后呢 像UCL被排到68名 西北大学被排到62名 John Hopkins被排到92名 然后有一个Wake Forest 也是很不错的一个学校 被排到137名 他就觉得说 这简直就是个笑话 然后呢 他也提到了 这个排名很疯狂 像那个Vander Bell 一下子就下降31名 然后U Virginia 一下上升51名 就感觉好像很随便 好像坐电梯这样子 他就觉得 这真的就是很不合理了 反正他就批评 这个排名就是个笑话 当然啦 你看杜克大学 在这个排名头 也排到45名 说实在的啦 这也是真的是 就蛮奇怪的 对不对 我不能说这个对还是不对 因为 就是说 当然就是说 有点不合常理嘛 好 那另外一个排名呢 是一般来说 我们会觉得比较 怎么讲 就是会拿来用的 叫做美国新闻 跟世界报道 2025年排名 那去年这个排名 说实在的 我觉得他疯了 那我们看看 今年有没有疯呢 今年就是说 这个前30名 你可以看到 这个排名在这边 然后前10名 排名在这边 我就不一个一个念了 好 那他这个排名呢 最主要 今年用的这个参考标准 因为他去年 就整个参考标准 就换了很多 所以去年就会那么疯狂 那今年呢 他主要的这个参考标准 是毕业率 新生叙读率 也就是说 大一进去之后 会被继续读大二 毕业率表现 好 然后那个同裁评估 就是学 就是学生给他评分了 好 那今年呢 他是拿掉了第一代 大学生的这个毕业率 去年是有的 好 那么呢 今年排名掉的 比较明显的呢 就是宾州大学 那上个星期我们讲过 宾州大学 就是之前已经曝光说 他掉到这个 1977年以来最低 所以他现在掉了四名 然后布朗大学是长春藤 掉了四名 然后北卡罗兰纳教堂山分校 掉了五名 好 然后纽约大学生了五名 变成这个三十名 所以这是今年变动比较大的 在前三十名里面 那么呢 我真的要强调一件事 说实在的 这个首先呢 藤校不是顶尖大学的大言词 他只是 这个藤校八个学校 他是以前就是打那个 美式足球联盟的一个体育团队 所以不是说 就是所有的这个 顶尖大学就只有长春藤 那除了长春藤 还有很多顶尖大学 当然长春藤大学是都很好 可是这个也不代表说 他们就是最好的 那有一些大学会比他们某些 盟效更好 这个就是不一定 可是这个掉了四名 我觉得也是蛮扯的 那就是说第二点呢 就是说我真的觉得 有的时候这个第五名 不见得比第一名差 第十名也不见得比第五名差 就是不是说好像 就是说差了几名 就会这个差很多 不是这样子的 其实严格上来说 前十名都是很顶尖 前三十名都是很不错 所以基本上是这样 好 那有点怪的这个排名呢 我举例了 因为说实在 我觉得这整个排名 都有点怪 东北大学Northeastern 现在是非常难进 它的录取率非常的低 被排到第五十四名 UC Merced UC Merced 你有没有觉得 UC Merced真的是一个 就是现在好像是 这个所有的排名 力捧的一个superstar 它被排到第五十八名 刚刚讲那个华尔街日报排名 它被排到第十八名 就是这个排名 这个US News的排名 UC Merced两年上升三十五名 真的是比坐电梯还要快 你会不会觉得就是真的 这个学校2005年才开始招生 到现在还不到二十年 里头都是百年名校 它不到二十年 然后呢 它的录取率是百分之九十几 百分之九十几的录取率的学校 会被排到第五十八名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不单纯 所以呢 我真的是觉得说这个就是参考了 像这个Tulain University 在New Orleans也是上升了十名 然后有一个这个Howard University 这个Howard University是 就是都是这个非洲裔 它是一个非洲裔大学 然后它现在上升二十九名 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 你就是真的就是要理智的去看 你要独立思考能力 不是说这个排名整个都不能用 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呢 我觉得你要自己用自己的眼光 去看这个排名 不要就是傻傻的被他牵着走 好吗 好 那这个呢 又是在批评这个 美国新闻世界报道的最新排名 他说 这个排名呢 首先我刚刚讲过 他今年把第一代大学生 第二率给拿掉了 所以呢 这个呢 他觉得说不是很恰当 第二呢 就是说这个又没有 谈到说这个投资报酬率 也就是说 我脚这么贵的学费 因为现在学费那么贵 那我最后得到的这个回收 当然啦 你读这种顶真大学 有的时候不是 只是为了找工作而已 可是这个算是最起码的考量吧 那这个也没有考虑到 所以他就觉得说 这个对于家庭来讲 还是没有找到这个高等教育的最佳选择 尤其是你觉得投资报酬率 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 就是说你马上立刻可以赚到多少钱 那如果说你很在乎的话 就这个排名并没有告诉你答案 所以这个是他的批评 那当然啦 他这样讲也没错 就看你要的是什么嘛 然后呢 这个呢 是 就是 Student for Fair Admission 选这个SFFA 他们就是之前告那个 哈佛跟北卡的那个去年告他 就是告成功的那个组织嘛 公平录取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 他们呢 就是一直盯着这些大学 他们就是一直 他们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件事嘛 所以呢 他们现在呢 就是写信给耶鲁 普林斯顿跟多大学 什么呢 就是说你今年的录取呢 你非洲裔跟拉丁裔的学生 还是没有下降 你亚裔的学生 还是没有增加 所以呢 我认为你没有 就是遵从那个 那个 高等法院的判决 所以你小心一点 我可能会告你 所以他这个呢 是他们现在就是说 发信给这些大学 意思是说 可能就是说明年你等着看 如果你没有再有任何的改进的话呢 我就要告你 好 类似像这样 那 这个呢 我只能讲 因为审核真的是一个主观 就是审核员主观的一个决定 他并不是电脑控制的 所以他是人脑不是电脑 所以有些审核员的脑 真的就是还没有办法立刻改变思想 改变价值观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其中 当然啦 这个详细到底是因为什么 我也不能去解释 可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因素啦 那这个呢 这不是教育行为 这是我那一天跟一个就是乔治亚州立大学 Georgia State的一个就是工作人员在聊这个 就是要提供这个一些大学的项目给我们的学生嘛 因为我们不是有跟很多大学合作吗 那这个是乔治亚州立大学 他不是Howard University这样子历史上都是非洲裔的学生去读的 他是乔治亚州立大学 就是说给乔治亚州的学生上的一个大学 那这个大学的这个官网呢 我一看呢 我就吓了一大跳 我看到这个照片 你看这个照片 其实乔治亚州立大学有40%的非洲裔 那亚裔还有十几% 可是你看这个他的官网的照片 哇 真的说好的多元化呢 对不对 如果你是乔治亚州立大学的学生 你是亚裔 你会觉得说那我在哪里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对不对 因为这个照片你看全部 中间那个白人 我假设他是老师好了 那其他的学生全部都是非洲裔 因为吓一跳 我当时就吓一跳 然后我就真的有点 可能有点不恰当 我就直接跟那个人讲说 哇 你们学校的这个照片怎么会这样啊 然后他自己也吓到 他也说哇 对啊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我跟你们讲 真的有些时候 说好的多元化 真的有多元化吗 是不是 你想一想 那这个呢 是就是说波士顿的这个学校叫布兰迪斯 他的校长呢 就是现在呢 就是类似被逼着下台 好 那这个校长呢 他为什么会被逼着下台 他11月1号就下台很快 因为教职人批评他在筹款跟应对预算赤字方面事务 所以我就跟你们讲校长的工作不是管说老师你有没有好好的教老师你要教这个教那个他最主要的工作 所以他如果筹款是筹款做不好 他就是问题很大 所以这个校长呢 就被迫下台 然后再说他哦什么 基本上来说你可以看得出来吗 以这个新闻来说 就是这个学校没有钱嘛 所以这个导致裁员 然后就说他一路都是领导不力 好 那基本上来说 如果他筹款筹的好 那他就是领导有力咯 但是呢 在这个抗犹反犹太主义跟应对COVID-19的领导方面呢 是有这个有功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学校本来就是犹太裔比较多 三十几个percent的犹太裔 所以呢 像就我之前就遇过那个 我去中国的时候 就遇过那中国的学生去念这个学校 然后跟我说 哦他真的不是我的学生 他就说哦真的很不适应 好都是犹太人 那这个都是犹太人 有些人OK 有些人不OK 这个没有一定对跟错 可是如果你之前就知道 这本来就是一个犹太人居多的学校 那你就应该搞清楚啊 所以他就是没有搞清楚嘛 那这个学校呢 他的排名呢 其实在以前这个学校还是蛮顶尖的 他在2010年的时候是31名 其实那时候都还不错 后来就一路跌 跌到现在是63名 跌了一半 好 所以这个呢 当然跟他可能就是说不够多用法有关系 好但是呢 现在这个校长呢 就是下台 好 好 那这个呢 是加州大学是加州大学因为呢 这个压制言论自由而面临不公平劳工指控 也就是说有人要告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加州大学就是去年有很多那个挺巴勒斯坦的那个 示威游行 然后言论 然后后来不是就立法说不可以有这些事情吗 结果呢 现在呢 这些人就当然他们也不会乖乖的就就说啊 你说不可以就不可以 然后他们现在就说这个系统的规定呢 侵犯了他们的言论自由 让这个学术教学变冷变冷 其实之前就是因为太热啊 所以变冷 然后呢 就是说他们现在要告有七个 好 七个这个教师组织 他们要告这个加州大学 所以呢 这个呢 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后面的结果是什么 但是你觉得呢 加州大学是怎么讲 一向都是蛮注重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 所以你觉得呢 好 那这个新闻呢 讲的是FASA 就是联邦助学金的申请呢 期待已久的FASA验尸 他现在讲的是什么呢 FASA死掉了吗 好 那这个呢 其实就是说 现在就是来斗争他 那这个 就是说FASA去年呢 就是吵吵的就推出 然后呢 25个要求里面 18项都没有完成 18项都没有完成 25个要求 18项都没有完成 就被推出 然后呢 有400万通电话 没有人接听 哇 我真的知道这件事 因为真的很多家长 好可怜 好无奈 然后一直打电话 到后来就来找我们 不是我们的家长 可是因为没有办法 就来问我们 所以这真的就是 我觉得他们好可怜 然后呢 不是找我们好可怜 找我们真的好聪明 可是呢 说实在你不是我们的家长 我们也没有办法 take care你太多 因为那个截止日期都过了嘛 可是呢 我真的是觉得那种很无助的感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FASA的改革呢 也花了735亿美金 735亿美金 去做出这个东西 是一点都没有过关 一点都不及格 好 那所以我就觉得啊 如果说你觉得说 你不要申请FASA 你已经花了735亿 这是我们付的税 然后你不要申请 你这个钱也不会拿到一毛钱 那说实在的 对不对 你多冤啊 所以我当然也很冤啊 我也我也 我也没有小孩子要念大学了 现在 所以呢 我真的劝大家还是申请 好 因为这个真的花了我们735亿美金 好 好 那 再来呢 就是加州学校呢 即将实施手机限制 也就是说呢 这个是之前 就是Nuson还没有签字 现在他签字了 从 2026年1月后年开始呢 学生不可以在校园里头使用手机 好 那目前已经有14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案 限制学生在校园里使用手机 好 这个当然那有些家人可能会觉得说那小孩子没有带手机如果我在门口要接他我要怎么跟他联络 好那这个当然可能不是现在的重点现在重点就是说学生使用手机真的干扰到上课像很多学生都一直戴着那个耳机在听音乐上课都没有在听老师讲或者是一直没完没了的在看社交媒体 所以这个呢就是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这个学校很多的老师也受不了了 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个事情 好那至于后面会引发什么呢 学生会被发疯呢 这个就不知道了 好 好那这个呢是一个就是有个家长留言给我他说新版SAT很多人都考满分听说很多人都考满分 好那我就去查了一下刚好也是college board有公布这个数字所以我也把它放在这边 2024年8月份的SAT电子考呢全国考生平均1030分满分1600全国平均1030分 美国地区的学生平均分呢是1028那中国地区学生平均分1383 所以为什么那个家长会觉得很多人考满分那可能就是他可能就是从中国那边的考生的反应 好所以这个真的也告诉我们说真的是名不虚传 好中国人会考试 所以这个呢就是为什么他会听到这样的 可是你可以看到靠满分的人并不是那么多 以全球来说尤其是美国 所以这个呢就是这一次考试的结果 好那我是HSTOR Academy哈佛全方位教育机构的江主任 这是我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的播报 我这个星期的教育新闻的课程